內地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突破6,000宗 132人死亡 疫情最嚴重較湖北省超過3,500人確診 增加至125人死亡 北京、上海等6個省市都有死亡個案 西藏第一次出現疑似病例 本港和台灣都確診8宗病例 澳門有7宗 新型肺炎持中 鴉聯酋首次有確診個案 是中東首例 多獲派專機去到武漢津橋